这一生,我不愿辜负的就是这两个,被中朝给我宁静,心中仍使我充实,生活给了我们太多无可奈何。 但是只有经过这些无可奈何,才能到达行举忧心的境地。 所以要学会在阴霾中找寻温暖,在暗夜中探求光明,拒绝平淡如水的生活,领略刺激起伏的风景, 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,给我一杯茶,我可敬我心,若有闲暇,我想一书,一茶,一整天,偶尔看书饮茶,偶尔听风看警,慢慢的把这一天消磨掉,没太大的收获,却找到了久违的随性,真我,生活的最高境界。 不是坚守平淡,而是以一颗平和浅淡的心,安然倾放每一寸光影,乐想每一份暖香,把生活过得简单,精致。 品茶,只是为了得到片刻宁静,茶香渺渺,演去了世俗的味道,于茶中修一颗平常心,笑看世间繁华。 茶有浓淡,有冷暖,人亦有起伏,有悲欢,皆也一杯茶,任所有的开心,不快都随茶叶沉淀,心头两无千惯,用心去七一壶考察,就像是用心去结交一味好友。 茶,人亦自然,即日月精华,暮春秋洗礼,从而有了如此山浑水泼的灵性,茶可以洗去浮沉,过滤心情,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拉得更紧密,拉得更透彻。 茶是有记忆的,在紧接的调索间,记录了光阴的故事,每用到一杯好茶,就如同遇到一个对眼的人,必须机缘巧合,然后一直在心中祈愿,换了一个不早不晚刚刚好,遇到一个人,我可度余生。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,人生不就是这样,所有的快乐都终将过去,所有的忧伤也都将过去,所以不必苦苦纠缠一件事或一个人,他们都终将离去。 所有的经历,其实都是一种修炼,等走远了再会守,会发现,这一切会让我们变得坚强和清醒,柔和则聚,缘灭则散,不值于苦,不值于乐,不悲过去,不怕未来,怀平和之心,甜淡的活在每一天。 喜欢你的人,给了你温暖和勇气,你喜欢的人,让你学会了爱和自质,无论谁出现在你的生命中都是一种恩怨,好的让你变得更好,坏的让你学会原谅,有些道理是突然间明白的,在你明白之前需要时间,在你明白一些道理,遇到一些人之前,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,一如你珍惜自己一样。 即使你们终究会面对离别,七一壶好茶,尽带那个可以陪我喝一辈子茶的人。 此文章被因为姐妹茶庄的董茶妹整理发布,请说明,特此,有任何问题直接留言,或加私信,我董茶妹交流哦,喜欢喝茶和董茶是两回事,喜欢并不代表一定懂,你爱喝茶,那么请你也要懂得如何正确挑选茶买茶, 正确泡茶喝茶,喝茶不是一种盲目的喜好,你懂茶,茶也会自然的懂你,有任何问题直接留言,或加私信,我交流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